大家好,欢迎收看刺客信条4黑棋实况剧情 本节目会以尽量快速的游玩方式加上剧情旁白 为大家呈现更加快速丰富的游戏剧情视频 下面让我们进入刺客信条4黑棋的游戏世界 第十字幕 李宗盛 故事开始在暴风雨中激烈的海战 这时船长告知我们 船只的舵手阵亡 玩家必须到达轮舵的位置 重新操纵船只 神存下去 玩家可以使用WASD操纵主角移动 并使用鼠标来控制船只火炮 对敌方舰船进行环击 这时暴风雨中出现几艘敌方舰船 玩家们需要控制船只火炮 尽快地消灭它们 游戏中提示使用鼠标右键瞄准后射击 不过在游戏初期阶段 直接侧面朝向敌方船只 用鼠标左键开炮便能直接快速杀伤对方 远方的大型船只被闪电击中了 原本根本无法匹敌的对手 现在可以被打倒 堪讯女生并没有舍弃主角们 大型船只的庄稼果然更加坚固 看来需要花上一点时间了 而是打击颗 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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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烈的海战过后 我们的船只也深受重创 船只沉没 相信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就在这时 一位神秘的刺客 忽然杀入本已混乱的船只甲板 不过由于船只的爆炸 将玩家堵入海战 至此 刺客信条4黑棋的故事 就此展开 刺客信条4黑棋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来玩家操控的角色是名叫爱德华的走私犯 为了给深爱的妻子和家庭带来更优质的生活 才冒险参加了海上走私 但不幸的是遭到了未知敌见的攻击 玩家需要控制爱德华游向最近的海滩 目的只有一个 活下去 当然海战的幸存者不止爱德华一个 刚刚的神秘刺客也侥幸活了下来 你也认为你 Havana 我必须要到Havana 我只能建设我们另一个船 我可以赔你 那是什么声音你比较尽 100 一百多人 作詞 你不有金的 得知这位刺客的火枪进水后 暂时无法使用 爱德华的海盗本性复发 在这个荒岛中 他必须找到这名刺客 看看他身上是否有值钱的东西 Chift的键也就是加速键 是刺客信条系列中 陆地上飞奔和攀爬所不可缺少的按键 按住加速键后 角色将会快速自动吸附到下一个物体之上 如果有断层会跳跃 如果是高速会攀爬 而此时我们就能看到 让人赏心悦目的敏捷跑酷表演 我可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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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选择 如果是温敏捷 我可以选择 我可以选择 有章绝 鹰眼同步地图依然是本作的保留内容 这样做可以让主角得知地图上更多的信息 同步之后看到刺客就在前方 爱德华加快脚步继续跟上 刺客对合作仪式充耳不闻 难道他的身上隐藏着更大的秘密 刺客持枪走出了岩石 他开枪了 还好杀伤力不足以杀死爱德华 他继续开始了追逐 他继续会发生了岩石 刺客看来走投无路 决定正面迎战玩家 可以利用鼠标和意见进行战斗 经过短暂的战斗 爱德华利落地干掉了神秘刺客 那么这名刺客到底是谁呢 他有着怎样的目的 请给自己的名義 真的假设性 如果您真正有信息,我们希望您有用的方法,我们有用的方法,你带着你带着你 我并不知你的面前,我相信我可以认识这些衣服 被你称为你的秘密的衣服 因此,来到Havana在座位 我相信你会变成欢迎的同时 他的最优秀的支持者, 爱德华从刺客的书信中得知,可以前往哈瓦那向劳雷亚诺托雷斯总提督赚取丰厚的酬劳 顺利成章的,爱德华决定伪装这名叫邓肯沃波尔的刺客前往哈瓦那 忽然,不远处传来了枪声 海面上可以看到完好的船只 这对于爱德华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消息了 这些在之前的海战中落难的军人,看来想征收商人的船只回去 爱德华如果解救了这些商人,也许就可以乘坐这艘船只前往哈瓦那 由于敌人众多,并配备火枪,玩家们必须小心应战,并多利用草丛逐个解决他们 船只能够出现了 爬金刚才移动 鞋楼 鞋楼 闪运 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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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叔别 谢门 Oh god By God's grace Bread H� you saved me a profusion of thanks That yours? 我叫她的船, 它是我的船 但是 這裡有我的船, 只得不出力 而我沒有船法 我可以船到自己的船, 不管 你不是說你有沒有船上的船, 你想不想去船上的船嗎? 我是 Duncan 你叫你的朋友嗎? 金城,帝帝吧 好,Mr. Bonnet, 使不一旦, 我毫不在任何方ack, 但我买了一个奇迹, 理由他的王国, 天救他, 我必须行到Havana, 速度 那是值得, 我又会到我的地方, 我们 moves together natural, 你让我身为愿意的, 我当时的当你第一次参加了一诸, 你会认为你 你失敌自己用力的方法, 你很簡易易的方法, 给你多了几个验 爱德华成功解救商人邦尼特后 看得出商人并不是完全信任爱德华 幸运的是邦尼特的目的地也是哈瓦那 而且他的船长也死了 爱德华刚好可以帮助他 玩家们将与邦尼特一起返回商船 前往共同的目的地哈瓦那 船只的操作并不复杂 左上角玩家可以看到船速共有三档 这将决定船只的前进速度 现在我们将船帆全部打开 让他全速前进吧 这将决定船有了 啊,那是我的髮型的风,我找到了海洋的感觉和香气,有可能性的热味,那是最高的方法,兄弟。 我们现在真的开了它,是不是?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全速的,为了不让船只受损, 在极弯,我们必须降低船速,这将帮助船只安全转弯。 是什么危险的,你认为? 可能,但很多人都逃跑了风向前,在极弯和弦弯的地方。 我明白,是的,那是一个不断的路。 小天使,海战系统在刺客信条3中备受好评,让玩家们享受到了和在城市中备受好评。 极弯暗杀所不一样的游玩快感,但是在三代中的海战仍然只是点睛一笔,因此本作传承并扩大了海战系统,在之后的故事中,海战系统将会频繁地出现在游戏之中。 我们可以帮助船,海战系统,海战系统。 我们可以听到背景音乐有所变化,空气中逐渐弥漫出轻松的气氛。 游戏的开篇内容就先到这里,看来我们必须回到现实中了。 眼前出现了一位女性。 从她的画中看出这个实验并不安全。 这是什么? 下降。 那么好,那么好。 我们来帮你上升。 那么,欢迎来到《sample17》的课程。 前面开始,你需要这些。 那你走 试试试 试试 一 二 三 你好 大家好 正好 效果 好 让我们走 你的 file说 你之前做了一些 研究的研究 但不到这个程度 这就是驾驶 你非常好 你的信息是非常稳定的 这个建议是 几个月 但《Abstergo Entertainment》 已经在2010年了 回到现实中后 主角的身份 是个完全的谜团 为何他可以进入 康纳祖父爱德华的记忆 也都是未知数 可能你能看到《Liberation》 那是我们第一次 可知的情报 只能通过面前的女性 微微道来 看来她是想告诉主角 她现在在做的是 一个先进的 娱乐项目的开发而已 前台妹子 正和快递妹子聊天之中 很快就会轮到我们 拿到了通讯器 这相当于在现实这边的游戏界面 它使我们可以和各种物体 进行互动 也可以查看 丰富的游戏内容的邮件等等 进入电梯 通讯器的信号连接有了反应 看来通讯器可以直接操纵电梯 将我们带到二楼 你准备了吗 你准备了吗 让我们走 啊 这里是老师 Olivier Garneau 我们的操纵 我会介绍你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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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吗 你好吗 面前的女性的名字 还是从老板口中得知的梅拉尼 老板奥利夫看起来平易近人 似乎对康纳的这段历史非常的熟悉 给人一种别有气场 前五款作品的现代主角戴斯蒙 果然和这家公司有关 但是他们到底和戴斯蒙之前的经历 有何关系 他只是确认什么给你 不是确认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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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自身的Animus工作室 这些东西是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游戏终于再次回到过去 继续刚才的剧情 爱德华和邦尼特终于抵达了他们的目的地哈瓦那 这是一个洋溢着西班牙风情的地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大达目的地后的邦尼特很明显有些惧怕爱德华 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位邓肯的真实目的 他们向着酒馆前进 喝酒 爱德华调戏了路边的女郎们 想必这些就是那个年代提供特殊服务的人群吧 在游戏中 他们也的确能为你提供一些服务 那就是潜入人群的效果 爱德华看到不远处有武器店 两人商量着是否要买武器防身 武器系统自二代开始引入刺客信条系列 不但丰富了游戏内容 也间接地为游戏提供了不同的攻略方式 可以用初级武器挑战困难的任务 也可以购买新奇的道具 用最便捷的方式过关 爱德华在商店买了把英国弯刀 作为自己的武力提升 也可以看得出来 原来他的海盗脾性在上岸之后显露无遗 绑尼特忘记了去酒馆的路了 看来爱德华必须拿出他的看家本领 为其寻找酒馆的位置 在爱德华离开的这段时间里 邦尼特居然被爬手公然抢劫 爱德华惯例的信仰之乐后 开始了对爬手的追逐 城中的追逐本身并不困难 但城中一直按着加速键的话 总是会吸附到附近的物体上 导致追逐变得漫长 不过这次爬手的回头 绑了我们大忙 顺利地解决掉爬手之后 搜刮了他身上的钱财 回到邦尼特的身边 终于我们到达了目的底的酒馆 这就没关系 好就是 我们到达了 我们到达了 请你去的时间 我会在这儿 如果见到达了 我会见到达了 我会见到达了 我会没人家的 我会担心我的时间 我会为了我这次事 幸运是金子 George,我会像你一样的帽子 喂! 屁股! 我之前看到你的面子吗? 用手的鸟与那些派在 Nassau 靠你的嘴巴,我会把鸟与撞到的鸟 听我吗? Edward,是吗? 你老板! 我证明你 没想到在酒馆有认出自己的人存在 真是不走运 爱德华和他发生了口角 随即和他的同伴演变成了一对多的斗殴 这是游戏中第一次正式的教学反击功能 在被打击之前一段时间按E触发反击 然后追加按键达到想要的进攻目的 反击是之后战斗中必不可少的功能 甚至可以在没有武器的时候夺取对方的武器 糟糕 糟糕引来了沉中的未定 现在不是把糟糕扩大的时机 爱德华选择离开这里躲藏起来 他使用了烟雾弹 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逃脱和暗杀用的道具 爱德华顺着梯子顺利地爬上屋顶 首先要做的是离开小地图上红色区域 向着圈外一路直行 马上就要出警戒圈了 跑向了错误的方向 这边有卫兵 还好在到底前丢下了烟雾袋 趁着卫兵还没反应过来 起身调转方向 朝小地图上的隐蔽点前进 这口井正合适 逃脱中虽然出现失误 但爱德华最终还是在一口井中 结束了第一段的故事 会对其他体温 国人的民主 会装 教育 会 核心 会 会 我必须说,我的妻子有个厉害的视频